明自在的人生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一地所生 一亿所人 而诸草木各有差别 这就是说明 差而无差 比地全而实 诸草木虽然有差别 语论是没有差别 众生的根性虽然有千差万别 在佛说法的这方面来说是完全没有差别 上面是立笔 比方的说明 现在法和第三 法和 以法译来和前面的比方 法和有两端 第一和无差而差 第二和差而无差 就是前面说明这个实无差别 全有差别 前面的比方 现在用法译来把它配合起来 和无差而差有两端 第一是正和 正和 正和里面 正和里面呢 有和能人 引读一下 先和能人 然后提这个比方 来和前面的 提前面的比方 来和这个法译 这里就先和能人 佳设当之 如来一幅如诗 出现于诗 如大云提 一大阴生而普遍世界 天人欧修罗 这个文字比较长 这一颗 一直到第137月的后边算来第三行 我们随 现在就是跟着这个文字边念边讲 佛对这个加塞尊者说 因为前面的比方已经说完了 现在要跌合这个法译 所以教医生加塞说 加塞 当之 你应当要知道 佛是用语来比这个说法的能论 所以说如来一幅如诗 这正是跌合 佛出现世界 跟天上下雨滋润 这一切情况可以说是相同的 佛出现于世间 就是印身出现世间 我们凡夫众生乃至二圣所见到的 就是释迦牟尼佛的这个印身像 降生出家修行成佛以后 说法的那种境界 佛出现世界好像如大云旗 好像天空中雨 要下雨之前的大云密布的情况 这就是河前面的神秘 一大阴山普遍世界天然欧修罗 用很大的声音 就是在于后文的打雷 便于一切世间 天然欧修罗是三善道 总指这个三界内一切众生 那么佛出现世间 对于这个一切众生说法 所以叫做用这个大阴声啊 普遍这个世界 对于一切天然等众说法 这就好像云普遍于这个世间 然后下雨的情况一样 那么所以说如比大云 遍复三千大千国土 就像前面的比方啊 这个密原密布的情况一样 遍复于三千大千国土 那么于大众中而唱誓言 佛在大众之中公开宣布 他所证的究竟证诀 那么我是如来 应供正便知 民行族 善事世间结 无上司 调义丈夫 天人师 佛 世尊 列出佛所成就的 究竟正觉的佛的十号啊 来说明佛的究竟正觉 啊 那么对大众宣布说 我已经啊 在菩提寿下 亲证究竟果觉 啊 具足十号 如来 就是仿东仙的号 后佛如仙佛子再来 我也叫做如来 应供 应供 是堪为福田号 为九法界众生的福田 啊 应当接受九法界众生供养 所以佛是究竟应供 正便知 是便知法界号 正知便知 正知 说明他所有的智慧 了解一切诸法的正确性 正便知 先是无法不知 周遍十方 尽兮空间 乃至过去现在未来 时间 空间 数论 横论 一切世间 所有的法 世出世间诸法 佛没有不知道的 所以叫做便知 明行族 果显应得号 明 三明 啊 呃 这个 行 就是万幸成就了 啊 那么 明行族啊 就是显示福族惠族了 啊 这个 历街修行 烦恼断尽 五住就近二十勇王 成就 啊 圆满的究竟果的 所以果显应得号 啊 以究竟果决 显示因地修行的圣德 果显应得号 啊 善示 是就是去 来去 自由 啊 如来者 无所从来 又无所去 顾名如来 所以 来去自由 很 很自然的啊 啊 所以叫做善去 也就是善来 啊 啊 来去自由 所以叫做妙王菩提号 究竟成佛啊 啊 很微妙的成就正觉 啊 世间节 那么就是达无以通真号 啊 世间出世间 一切万法彻底了解 所以称为世间节 无上是调义丈夫 啊 如果把这两种合并起来 那么加上世尊就是 好 这个叫做设法从道好 啊 佛 实法界中最上 没有比他在上的 所以叫做无上 啊 是就是指这个人 那么佛就是实法界中啊 究竟果决之人了 啊 因为他善能调调调调调谷一切 刚强难发众生啊 啊 那么死众生都能够断烦老了生死 所以调义丈夫 啊 设法从道好 天人思应激守法好啊 啊 为天上人间最尊之思 那么佛虽然是 普度一切众生啊 但是人间天上正是接受度化的 啊 啊 这个主要的众生啊 啊 那么真正能够奉行佛法而修行得写多大 那只有人道 天 附带言之 不过天人 友善根的也可以 还不如人道就是 所以正心律去菩提啊 为人道为能耳 啊 只有人道众生才能够真正做到 啊 断烦老了生死的工作 啊 佛 三觉圆明好 就近佛国 就自觉 觉他 觉醒圆满 佛陀就是觉啊 就近觉悟 叫做佛陀 世尊 九界独尊好啊 成就前面的熟圣功德 九伐界中最为熟圣 最为超圣 最尊规 而叫做世尊 啊 那么这是以世尊为第十号 如果把无上次条约上佛分开来 那么到了佛就十号了 世尊为总号 呃 这两种说法都有 在前面讲续评的时候已经讲过 现在不必再说 这个意思是说佛公开对大众宣布 我究竟正觉啊 啊 那么你们跟我学习 才能够真正做到 究竟啊 果决的目标 啊 那么 这就是显示佛成就一生的果德呀 以十号来表达 显示功德的究竟圆满 啊 下文是显示佛度众生的 啊 那么一世的成就四弘十渊 啊 做度化众生的目标啊 达成的目的啊 啊 为度则令度 啊 还没有得度的啊 啊 还没有度苦恼的 使他得度苦恼 就是说还没种上根的 替他种上根啊 啊 那么上根种下去还没有成熟的 使他成熟啊 然后使他得到血通 为度则令度 所以 这就是说明苦地啊 啊 众生无边誓愿度 为节者令节 为节者令节 不知道几地的 为他说几地 使他知道断烦恼了生死 那么必定要学法门 所以不了解的啊 不了解正法的 使他能够体悟了解 为节者令节 那么这就是法门无量誓愿学 啊 达成使众生断烦恼了生死的目标 为安则令安 啊 这就是 烦恼无定誓愿断 烦恼断才能安 烦恼不断不能安 啊 所以这就要 烦恼无定 必定要誓愿断 那么这必定要修道地 才能断烦恼 所以一道地啊 说明啊 应当要断烦恼 才能得到真正的安宁 为涅槃者令得涅槃 这是指的就近佛国的涅槃 啊 还没有证到就近佛国涅槃的 要使他将来证到就近佛国的涅槃 这就是佛大无上誓愿准 呃 四十一年来方便说吧 三圣圣国都市涅槃 但是声文员觉得涅槃呢 只是方便的涅槃 不是就近 呃 那么只是有余涅槃而已 现在是要一切众生都证到就近涅槃 所以还没有得到涅槃的 要他得到涅槃 这就是佛国无上誓愿成 也就是一灭敌啊 啊 来开导众生 使他证到就近涅槃 今世 后世 如实之之 啊 今世 今生 现在世 啊 后世 未来生 啊 这就是以天眼明 俗命明 漏尽明啊 啊 啊 便知一切众生 啊 这个龙回生死的情况 啊 这个叫做三达 啊 三种通达的法门 啊 三达门 啊 通达 过去现在未来三世无哀 具足这个三明 所以对于四村四间一切诸法 啊 一切众生 那个三世英国的一切情况 啊 在佛的至中啊 大圆境至中 了了分明 清清楚楚 啊 所以说 我是一切资责 啊 一切见责 一切 总包括 世足世间 无论横论 数论 时间 空间 一切诸法 无论是世间出世间 一切诸法 完全按照实际情况完全明白 所以叫做如实 如 啊 指这个诸法的实体 如实 啊 照诸法的实体 就是这个样子 佛了了长知 啊 所以佛是一切知责 知 就是指佛的知见 前文所说的 开佛知见的知见啊 啊 佛的知见 究竟彻底明白诸法 啊 是一切知责 一切见责 啊 啊 那么以佛的智慧 了了长知一切诸法 啊 因为佛有无言 无言法门啊 了了建议啊 十法界的一切诸法 那么因此佛是 知道者 也是开道者 也是说道者 知道 显示佛的一轮不思议化 啊 能够知道众生的根基 啊 这个知是内心所表知的 所以是佛的一轮不思议化 啊 那么一轮不思议化 那他能够鉴定众生的根基 这就是智慧见基了 啊 开道者 啊 开 是开道 啊 开道众生使令他 能够去向于究竟佛果的 无上菩提之道 啊 就是开示众生 使他去向于无上菩提道 啊 那么因此是个说道者 说 口伦不思议化 啊 从 啊 口 佛的经口 说出一切诸法 啊 所有的修行法门 那开道众生啊 使众生能够得到佛法的收拥 这就是所谓三不复 身口一三叶 啊 不必用复持 自然而然能够印记说法 啊 印记献身 印记 啊 来彻底明白 来鉴定众生根基 三不复啊 复是复持 保复 不像我们反复 啊 对于身体 不要不让他造业 要保护他 也想办法复持他 控制住 啊 不要让他造业 对口 也要复持 啊 守口如瓶 啊 守口如瓶 用保守 保守的方法 复持着这个口业 不让他随便说话 啊 不让他造口业 而毅力也要照顾他 不让他去扶持乱想 佛不必这样啊 佛完全不必用意去复持啊 佛就不必像我们 啊 要复身 复口 复意 不能让他乱动 佛已经烦恼完全断尽 所有这个身体的一举一动啊 完全活服佛法 绝对不会有错误 啊 身身身轮就不必复啊 啊 那么 说话 绝对不会有错误啊 啊 世间好与佛说经啊 啊 佛在四十二章经里面说 无言如密 中边皆前啊 啊 佛绝对不会像我们说错话 我们凡夫啊 平常讲话讲多了 有的时候口不随心啊 心里想的本来是要讲这样的话 可是嘴巴不随心啊 讲出的话不一样 嗯 例如讲经啊 话说多了 到了后来啊 他有的时候讲多了 这个嘴巴啊 不随心啊 讲出的话跟心里想的不一样 啊 那么这是口没有办法复好啊 啊 我们就是要复他还复不好 佛不用复 不用复 啊 因为佛 他的身口一三叶就好像一面尽直 啊 什么像献就献什么像 啊 大小高低生甜一些正好 啊 不会相差一丝好 就拿这个世间无情之物的禁止来比方啊 啊 您试试看 您哪有一样东西在禁止前面照照啊 啊 跟你所照的那个物品在禁止里面所限的下 是不是相通啊 完全相通 一模一样 一点也不会有啊 不同的地方 那么佛的身口一三叶情况也是一样的 啊 不必负 不必注意 不必控制 不必照顾自然而然的现象 嗯 那么 这就是所谓如来成就这个三不复的俗胜功德 不用复制 啊 那么他身口一三轮不思义化 不必用向我们反复来复他 啊 随时都可以啊 大臣他要度化众生的目的 嗯 所以 他是个开道的 是个说道的 开道 说明他是过来人 嗯 他是开始侮辱佛子之间亲自经验过来的人 现在开道众生 使我们一些众生 也能开始侮辱佛子之间 那么要使众生侮辱佛子之间必定要说 所以是个说道者 嗯 那么他说的完全正确 绝对不必向我们要付诸 嗯 恐怕说错 他没有这个情况 所以佛对一切众生说 你们就好好的听法 必定能得利益 是 如当天人欧修罗中 接应道词 未听法过 啊 你们所有天人大众统统都要到这边来 嗯 为什么要你们到这边来呢 为了要听法的缘故啊 嗯 你要听佛法必定要来 嗯 或者有人会想 为什么佛自己在哪里赞叹自己啊 说他自己了不起啊 嗯 这个不是赞叹自己 他不说谁知道啊 如果佛他不说说我是一切智人 嗯 那谁知道他是一切智啊 嗯 那么他是不是一切智人 您可以呈验啊 看他说出来的 是不是正确啊 嗯 所以释迦牟尼佛在世的时候 四十多年的时间啊 不晓得经过千万次的 这些外道的呈验啊 都证明佛是一切智人 嗯 所以佛不这样公开宣布 谁也不知道他已经是究竟正觉 这个情况啊 未了要度众生就不能谦虚了 嗯 不能说我还没有啊 嗯 不能说这个话 说这个话 那大家不敢相信了 嗯 那佛既然他自己还没证到 那么嗯 你说的话谁相信啊 会变成这种情况 所以佛必定要把他听证的实际境界完全说出来 这段文看起来好像是很有表现自己的情况 嗯 实际上啊 这段文就是包含整部花眼睛啊 包含一个整部花眼睛 哇 为什么这样说呀 花眼睛里面就是完全说出佛的境界 说他听证的境界 佛成佛以后所听证的境界 在花眼睛里面完全表露出来了 嗯 但是不能说是在法华会上 嗯 在这个要朝一平又把这个八十元的花眼睛整个搬出来摆进去啊 那还得了啊 嗯 种子怎么有办法承受啊 所以只好用这个最简单的言词 嗯 顶多不够几行文字而已呀 嗯 说我是一切正确 我是已经就近正确则 我是个知道开道说道的 嗯 那么大家自然就来了 实际上这个话佛自己并没说 谁说啊 嗯 华言会上那些大菩萨 说实柱 说一直到实地等觉 尤其文书普贤说的最多了 嗯 那么 嗯 这些道理 在华言会上都是其他的大菩萨们呢 替佛完全表露出佛的境界来 嗯 所以在这个华 法华会上啊 你们在华言已经说过了吗 现在在法华会上只好用自己说法的方式啊 整个说出 哦 我在前面呢 已经说过 我就是这种人 你们应当要了知 嗯 了知佛是一个最究竟圆满 嗯 人格的完人 嗯 所以呀 用这个文字来表达 嗯 不是因为佛在那里自满啊 嗯 实际上 就是把这个华言全部的道理呀 用这么几句话 把它表露出来 假如你把这一段话对照华言经 拿华言经来做注解看 那就行了 嗯 就不会觉得好像佛在那里 嗯 这个显露自己的这个情况 嗯 上面是正法和呢 下文呢 是追和能生所生 嗯 前面能生所生 就是大地以草木等 嗯 现在 把它追和起来 追 是前面在说的前面 现在说在后边 所以叫做追啊 而是无数千万亿种 千万亿种众生 来自佛所而听法 这几句话 就是追和啊 呃 无数千万亿种众生 就是所生 大地所生的草木啊 来自佛所而听法 佛就是能生 就是大地啊 那法就是一语 滋润一切众生 啊 再往下 和能润 啊 和这个能润所润 啊 先和能润 然后和所润 如来于死 是 观世众生 诸根 利盾 精进懈怠 随其所堪 而未说法 这就是和能润 佛说法就是能滋润 啊 好像天上下雨 如来就是佛 如来就是佛 在那个时候 观察当时来到的众生 嗯 他所有的根性 是利 是顿 是精进 是懈怠 随众生的所堪能 而未说法 嗯 有人很精进 说法是他正常精进修行的功夫 啊 有人懈怠 啊 勉励他 鞭策他 使他舍得懈怠 啊 利根的 使他 啊 赶快成就 啊 这个 断饭老了生死 成佛道 动根的 也要慢慢的 诱引他 啊 指导他 使他去向于究竟涅槃 啊 这就是前文 啊 这个 诗教里面所说的所谓啊 秘密 不定 啊 秘密叫秘密不定 显露不定 啊 大家都知道彼此在法会中听法啊 所了解所证悟的不一样 那是显露不定 各自所证彼此不相知 那就是秘密不定 啊 在这个法语 释教里面的 呃 两种不定啊 就在这个文字里面完全显露出来 智者大师 判天台释教 呃 画语释教 画法释教 呃 画语里面的这个秘密不定 显露不定的两种不定教啊 就是在这个啊 药草育评的这些文字里面体悟出来的啊 啊 那么 众生的根性不同啊 啊 那么佛的滋润的能润呢 是平淡的 没有差别啊 啊 由众生的根性不同 所以 以不定教的方式啊 使他各个都能得到佛法的利益 啊 像我们和这个所论 种种无量 皆令欢喜 快得善力啊 啊 种种指众生的差别像 三朝二暮千朝万别 啊 无数量那么多 啊 使他独得到欢喜 无论哪一个众生听到佛法啊 没有不欢喜的啊 啊 所以这就是所谓世界世坛欢喜 啊 快得善力很 很快 这个快有两种意思 一种 快速的快 听到佛法很快就得到见到 得到出国 啊 这是很快很迅速的 得到殊胜的这个正国的利益 这是快速 第二个意思是快乐 啊 得到佛法的真实受用啊 他这个身心的快乐呀 不可言一 那是最熟悉 最善最好的 所以叫做快得善力 善就是好 力 是利益 啊 很快速的得到 得法眼镜的正国的胜利 就是最少见佛听法呀 啊 最少也正出国了 啊 那么大圣菩萨所正的境界更之不可思议 那么正国之后享受法乐 最熟悉 最快 啊 最快乐 所以叫做快得善力 啊 那么就是快速 以快乐 两种意义 啊 说明众生各个所得的利益 不可思议 世主众生 文是法以 现世安盈 后生善处 一道受乐 一道文法 这些千差万别的众生都来到佛的法会中 嗯 听到佛所说的法以后 是法 应激所说的法 每一个众生他自己 识合他的根基他所听到的法 各个都得到利益 得到佛法的利益之后啊 现世就是当时 当时 当时 这一生就在现世就得到佛法的广大利益 嗯 那么这就是身善 嗯 嗯 这个 为人斯坦 身善一 嗯 现在 得到现在的殊胜好处 得到利益 嗯 那么 现世就安盈了 安盈就是安文 很安定啊 嗯 学佛 不必学那些奇奇怪怪的 你不要听到这个有神通哦 会放光哦 哦 以为是了不起 那个不是真正的 佛法不讲这些 真正的佛法就是按部就班 平淡无奇 所以禅宗祖师说佛法在人人的脚跟下也 佛法在哪里就在你的脚跟之下 呃 这个话怎么说 你要脚打死地啊 脚打死地 一步一步 按部就班 一步一步来啊 不要贪求奇 呃 不要好奇 好奇就是出错误啊 所以你只要按部就班的好好的去学习 那你现在就知道安定啊 心地很安稳 身心很安乐 如果你修学佛法 做的身心安乐 那才算是真正得到佛法的利益 假如你虽然是修学佛法 可是学的不正确 结果呀 增加烦恼 啊 甚至啊 有好多不容易 那就是你学的不正确 啊 例如有人呢 啊 听到这个受八观在界的利益很大 啊 那么就去受八观在界 受八观在界很好啊 这是对的 啊 在家人学习出家的一天的 这个出家界的生活很好啊 可是现在有人啊 在哪里组织 啊 做这个大规模的传授八观在界 也跟传三规五界佛法界的情况一样 大集会大规模的传 好了 拢得这些在家佛法呀 听到台南游传界 就从屏东高雄 甚至台中台北赶到台南去授 啊 这只是一天一夜界 好了 一个月跑了这么六天啊 你看 他还有时间做事业吗 好了 他的家里啊 鸭头还掉起来了 哦 慢慢就又没饭吃啊 哦 这么一来 他的家人说你学佛学什么 学到我们的鸭子掉远 哦 这讲什么话 那么如果学佛学成这个样子 那是学成烦恼了 那不是学佛 问题就来了 八观测界不是这样啊 嗯 这很简单的 你今天发现 我今天受八观测界 就受了嘛 何必这样东跑西跑 跑什么意思呢 啊 那些大规模的应当是终身界才是大规模传 三规五界 菩萨界 可以大规模传 因为那是终身界 受了之后 不必再受 除掉你舍界 不舍界 受了之后 界永久待生 敬行受 最起码敬行受 菩萨界还是敬未来敬 一直到成佛 那么 八观测界 这是一天啊 一天一夜啊 今天早上天亮以后 到了明天天一亮 这个界就没了 为了这一天一夜 现在一个月六天 好了你这个跑了六天 来回两天 再加上这个瘦的一天 三六一十八 一个月去掉十八天 剩下十二天 工作都没有办法 那么如果你做生意 一个月关了十八天的门 你看你的生意怎么做啊 谁来还来买啊 没事来看 你门都关起来 好了算了 谁也不起来不去买了 那么你的生意自然就关门 那第二段掉下 那就变成这种情况 这是恒大的笑话 天大的笑话 就现代人很奇怪 很喜欢龙这些奇奇怪怪的 明堂出来 所以龙的大家学佛变成不安了 那就不安营 所以佛法没有什么奇 只要你站稳脚跟 看看人家做的对不对 对的我们学习 不对的你不要跟他跑 牛他马跑啊 那一定是晚的 牛腿怎么跟马腿比呢 这是世间的笑话 那么我们学佛 必定要看对正确的方向来走 才不会走出问题来 当然我讲这个话 有些人是不欢喜的 会得罪人啊 但我不能不说 依法当说 不说不行啊 因为你学佛 如果这样子学的话 得不到安营 我只随便举个例子而已 当然 八官在家以这里没关系了 我是引出这个例子啊 来说明我们学佛 现实是不是得到真正的安营 是不是真的安定 假如你能够按照佛法的正规方向去走的话 绝对没有这些问题 很安营 很自在 身心安乐 学佛法就要学到得到身心安乐 假如不能身心安乐 那就不算做真正佛法 佛法不是这回事 明白这个道理 那就可以了 所以古代的许多禅宗祖师啊 人家去请教的时候 如果你说的奇奇怪怪的话 他就说佛法不如是 佛法不是安乐 佛法不如是 他不听你多说 佛法不是这样子 你了解这个佛法的真正的原因 就是你现在学身心安乐 现实的道理 现实安营 后生善书 这个是一定的道理啊 如是因如是果嘛 那么你现在既然好好的修学 将来你的善法正常啊 假如你修戒善 身到天上人间 修四地十二因缘 成就生为缘觉的果地 那么如果修六度万幸 将来成佛 那么你如果念佛到基督世界 这是一定的道理 后生善出 随你心里所想的 如法去修学 将来达成你的目标 如是因如是果 后生善出 于道守乐 学习佛法的这个菩提道 由此得到佛法的安乐 这个乐在佛法中得到真正的佛法的快乐啊 这个叫做法乐啊 与世间的乐不相同的 这个法乐呀 没有办法用因缘文字表达呢 学佛 你看他是不是真正学到佛法 是不是对佛法得到真实的利益 就看他有没有得到法乐 如果你真得到法乐的话 一道守乐 那就对了 那么这个人经常就有法好文啊 义得文法 一方面清静善真是有法好文 现在听法更方便了 有录音带啊 说一次你可以听千万次 多方便了 不过太方便了 他会懈怠的 要小心啊 不要被他拖的懈怠去 那么这个文法有两种 一种是友善知识可以清静 实时得到文法 因为你都接近在佛法里面了 一种啊 你实时以佛法启发自己 啊 那么 以道守乐就是文法 身心安乐就是文法 啊 不懂得佛法得不到这个安乐 这是以心文 不是用耳文 啊 既文法以 理诸障碍 以诸法中认力所能 见得如刀 既然听到佛法 依法修行之后啊 就能断出种种障碍 爱是阻碍呢 就是烦恼阻碍住我们 去向无上菩提 你听过佛法 就懂得方法对峙烦恼 那么就不怕烦恼的障碍 在一切法中啊 认力所能 一切法 指佛所说的一切法门 在这个八万四千法门当中啊 你选择一个法门的好好修学 一门深入 认力所能 就是认从你自己的力量 可能做到的范围 如果你爱心 修禅 如果你好动 拜佛 或者是读经 你喜欢这个分别性大 老师要服事乱想 那你最好看经 或者修术习惯 啊 那么 随你 啊 可能做到的范围 啊 按照佛法 选择一个法门的好好修学 只要是佛的正法 随修一法都能入道 呃 八万四千法门 门门可以入道 呃 所以由此啊 箭得而入道 箭得慢慢去向 平常说 顿 顿超 顿尘 顿悟 那只是于当下成就的那一念说 如果越他的修音论啊 实际上 论修行很难说到有顿 因为你没有过去的箭修啊 今天就不会有顿悟 啊 所以今天的顿啊 是过去的箭来的 过去不箭修 今天不会顿悟 所以无论你怎么样的顿超顿悟啊 都是先由箭修 所以箭得而入道 啊 楞严经里面所说的 是须箭修啊 啊 离随 离随顿悟啊 离开一顿悟 可是四项上要箭刺修行啊 才能够断反了哦 由此 渐渐去向于无上菩提道啊 啊 那么 对佛法 才能得到真实的利益 这就是何所认 众生不管你在哪一种法门 都得到啊 佛法的滋润 好像在下雨的时候 三朝二暮 各个得到滋润啊 啊 那么滋润有差别啊 啊 那么实际上 在佛的能润的啊 那边来说 那边来说 是没有差别 现在是约索润 说啊 何前文的索润 所以众生各个得到利益 如比大云 欲以一切惠慕丛林 几株药 如其种性 聚足猛云 各得伸张 这是提笔跌合啊 提出前面的比方 来贴现在的这个 法的意义 来把它合并起来 显示啊 如好像前文所说的比 前面前文啊 前文所说的大圆密波啊 那么这个余落下来之后啊 他一切的种草 惠 种兽 木 所有的丛林 并所有的药草 那么就是大兽小兽 三草二木 如其种性啊 聚足猛润 按照他各个自己的种性的 体能 都得到利益 各得生长 随他自己的这个 能接受的范围 都能生长 不会太多 也不会太少 例如那个最小的草啊 地面上的那个小草 最小最小的草 它也要雨露的滋润啊 但是它受用很少 一点点就够了 有一点雨露就够 但不能没有啊 没有雨露 它就不能生长 虽然是这么小的草 它一样得到滋润 就是人天圣啊 也要受佛法的滋润 才能生到天上人间 否则的话 造商工道德业 只有多咯 那么大草大寿呢 就不用说了 寿润更多 得的利益就更大 那么这就是提示前面的比方 来贴现在的法衣 所以所有的寿命药草 都是按照他的种性 如其种性 按照他各个的种性 他的种子是属于哪一类 他的习性 性是属于哪一类 具足 各个都得满足 每种草 每种草 每种木都得到满足 蒙受雨露的滋润 这叫做蒙润 天台中有一位法师啊 他就用这个蒙润 来做他的明知啊 就是显示 接受佛法的滋润 承蒙佛法的滋润呢 得到佛法的滋润 受用很大 所以他以蒙润来做他的明知 由这个雨露的滋润呢 三朝二蒙 过得生长 各个自己得到生长 不会太多 不会太少 大寿大墓 照样得到滋润 也不会嫌少 小草也不会嫌多 正适合他的能力 可能的范围 而得到滋润 那么不多不少 那么佛法平等滋润 一切众生 情况也是相同 那么随你的根性 适合你修的 你依法修学 必定能够得到佛法的利益 所以我们对佛 要有绝对的信心 您有绝对的信心 以这个信心为出发点 来直接修订 必定会开发智慧 三无漏学 成就啊 才能断发脑流通室 假如你没有决定的信心 那就没有办法入门 信为入道的第一门 信为道远 功德母 掌养一切诸善根 一切善根 都是由信心而伸张 那么佛说的一切法门 都是由你的信心 才能接受下来 如法修学 而得到成就的 前面是和无差而差 能生的大地无差 能润的大鱼无差 而众生的这个草木 受滋润的瓶框 所生的大小有差 在无差别中 显示这个有差别 就站在佛边说 都没有差 都没有差别 站在众生边说 各个瘦润不同 所以有差别 再往下的下文 是和差而无差 法和吗 众生的千差万别 受用不同当中 可是得到的究竟目标 是无差的 这就是楞严金所说 规源性无二 方便有多门 方便有多门 差别 是差别像 规源性无二 无差 各个都到究竟佛国 无差 再往下的文字 如来说法 一项一项一卧以下 就是显示 这个 众生虽然有千差万别 但是啊 究竟成就 同样都得到无差别的究竟果的 那么就是说 一切众生到了究竟目标啊 成佛 没有差别 下手功夫不同 有差别 究竟成就佛国 无差别 前面是说 无差别中有差别 再往下 要在差别像中 显示究竟无差别 究竟无差别 就是人人究竟成佛 既然人人究竟成佛 就是没有差别 没有差别 就同归一时 那就是慧全归始 慧三归一 后边真正的慧全归始的道理啊 如来说法一向一过以下 我们留到下次再讲 今天就讲到这里为止啊 下头 10点火 一边 11点火 12点火 15分钟 2点火 12点火 D 10分钟 7分钟 2点火 40分钟 7分钟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我在网络先进的时代 人人追求世界上的冲击 不少人会分享与宠物互动的影片 这天我也登上了网络 即将表演的是一场喂食秀 而我即将成为饲料 被一只巨蟒把玩 眼前的巨大历史是我最后的记忆 透过大师傅的建议 我来到了天堂 这里有许许多多不同遭遇的同伴 因为这里的慈祥安和 大家都过得很开心 而且这里的一切似乎都是真的 是真正属于我们的天堂 佛教慈悲至夜 宜兰大悲观音道场 举办岁末感恩法会 神舟忠明前然护法仪轨 即恭送妙法莲华经四药品 恭请赞江法师 赞同法师 赞护法师 共同领众 日期1月18日星期二 时间上午9点开始 地点宜兰大悲观音道场 宜兰县三星乡三星路二段20号 电话03-989-9319 03-989-9319 03-989-8686 03-989-8686 宜兰大悲观音道场 生命电视云林观音讲堂举办 八观灾界即大悲颤法会 恭请广护法师组法 日期1月22日上午9点开始 地点云林观音讲堂 云林县胡伟镇新南里 逐围60-3号 里斯特加油站后面 电话05-633-1565 05-633-1565 敬请与慧菩萨做好防护措施 并保持社交距离 当日上午八点半 陡南火车站前备有接驳车 这些熊身体被人类穿上了铁衣 无法活动 连自杀也不能 它们的身体被挖了一个洞 插入一条管子倒胆 每天活取胆汁 鲜血淋漓 在越南 中国 有许多大大小小合法或私人的养熊厂 养熊厂里的黑熊品种 多数是月熊 它们的任务是活着并提供胆汁 活熊取胆的方法 是将一个金属管 永久地插入熊的胆囊 另一端 陆仔熊的腹部外面 因为伤口裸露在外 永远不会痊愈 所以 经常改善 为了增加胆汁的流出量 熊厂会用特制的针管 扎进胆囊取胆汁 为到这个时候 被抽取胆汁的熊 都会疼得惨叫 并把自己的父母 抓得血肉模糊 有些熊 因为无法忍受抽脑的痛苦 会用脖骨去撞天 而造出精神错乱 并把自己的肝肠内脏 都拉扯出来 工人看到这种状况时 就想到了一个 非常残忍的做法 就是制作铁马甲 帮他们穿上一辈子 这样 就可以防止黑熊自杀 可怜的黑熊 连自杀的机会都没有 受过致死 这种铁马甲非常笨重 把大熊的整个身体 全部靠下来 只有肝脏的地方 开一伤口来抽取胆汁 这些穿上铁马甲的大熊 在抽取胆汁时 除了惨叫 颤护 就是 拼命的头 连自杀都无法做到 正如你所看到的 这里 是一个酷刑士 一个熊的地狱 他们在这里 根本无法活动 无法站立 无法转身 只能默默忍受着 每天两次的活体取胆 当这些可怜的熊 得了重病 再也炸不出胆汁时 就会被扔到一旁 不给食物吃 让它慢慢地死去 曾经有志母熊 痛苦不堪 有一次找到了机会 首先把铁笼子敲开 熊跑出来了 快跑啊 去把自己的孩子 小熊杀死 就是不愿意让小熊 受这种一辈子的痛苦 在它杀死了自己的孩子后 这只母熊也自杀了 其实熊胆并不是什么名贵中药 完全可以用草药 或人工合成代替 请大家告诉大家 请大家尽全部可能的力量 广泛宣传 坚决不买不用这些熊胆制品 护持功德书圣行 无边圣福皆回向 普愿沉溺诸众生 树网无量光佛差 十方三世一切佛 一切菩萨摩赫萨 摩赫般若波罗蜜 音乐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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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曲 李宗盛 生命殿世与你 一同幸福祈福 圆满生命 生命殿世与你 一同幸福祈福 圆满生命 接下来请收看 海涛访时心灵讲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父母祖先 然后呢 我再讲一次 右手代表佛 左手代表众生 所以我们用佛的功德 来帮助受苦的众生 右手代表智慧 代表佛的智慧 左手代表对众生的悲心 所以我们叫 悲至双淞 所以当然最圆满的 我们都会背 来 念一下 守五戒 修十善业 做十供养 圆满十菠萝蜜 那要成佛就要圆满十种菠萝蜜 那站在世间 守五戒 修十善业 所以当我们一合掌的时候 所以佛陀说 合掌就具足十八种功德 所以最美的就是这个知识 看到别人 哦 您好 阿弥陀佛 但是为什么您好 因为这里面 我守五戒 我修十善业 我对你做供养 来自呢 我要为你而成佛 去实践 实波罗蜜 这就是佛教里面 合掌 用这样来表法 那事实上 佛教也知道 你每一个动作 都要跟佛法有关系 产生关系 那你要引导你自己 如何每一个动作 都跟佛法有关系 因为世间法是假的 是苦的 那唯有佛法 才能够让你离苦 来着帮助众生 所以你 不管你做什么动作 像我戴个围巾 你要深情个念头 愿所有人都脱离感冒 寒冷 你穿衣服 你要有一个想法 愿所有人都有衣服穿 像好壮严 穿个鞋子 愿所有人逐步健康 走路正道 也就是说 你要一直让自己 把这个所谓的佛法 进入你的生命里面 进入你的生活里面 开门的时候 愿众生开天堂门 开普地门 关门的时候 愿众生脱离伤恶道 这个要养成 养成那个习惯 看到自己的时候 你要马上一个念头 身不静 观身不静 就是说 这个身体是苦的 不清静的 不然凡夫你就会觉得说 这个身体是我的骄傲 我现在二十八 又不是八十二 我现在正漂亮 那你就会马上 这个念头就是魔 我们叫烦恼魔 因为你执着身体 所以佛教里面 所谓智慧的人生 就是说智慧 那就代表 用佛的智慧来看待你的生命 那你有智慧 你就不会烦恼 进一步还要变成 慈悲的人生 我们活在这个世间上 是要来帮助众生 服务对方 就像各位今天晚上来 愿意来参加法会 你要这样想 你从家里开车到这边 半个钟头 一个钟头 但是你要生起一个 利他的思想 我是为了众生 去参加法会 所以你这个一个钟头 完全没有浪费 因为你的思想 一直保持在帮助众生 那虽然你开车过来 可能会有一些塞车 甚至我参加过很多次法会 突然信徒写个词条 师父某一个人要来参加 会发生车祸了 重伤了 当然我接过这个很多 但是我都会觉得说 这也是他的功德 因为他是要去利益众生 所以这个过程 他销了一个重业 甚至死亡了 对他都是销重业 所以佛陀才会说 当你去朝圣 你要去追求真理 就算死在半路 都可以升天 那这样你就没有浪费 所以因为生命必定死亡了 那如何让这个生命产生意义 这个很重要 那我们今天会学佛 我们看到世间人 他们的生命不见得用在 有意义的地方 追求名位 学位 财富 以为这个最旧了 最后这些什么也带不走 就是一个痛苦的死亡 那这样对他来讲 这个生到死的生命就浪费了 那站在我们大乘佛教 以孝顺为基础 爸爸妈妈给我这个身体 我一定要用这个身体 做尽任何的善事 让爸爸妈妈有功德 生下我们变成一种善业 一种功德 甚至因为爸爸妈妈 因为生下我们就升天 往生净土 那为了这个 所以我要精进 这样 所以大乘佛教就是说 我所做的会影响爸爸妈妈 会影响祖先 会影响众生 所以我每一个念头 行为 都要很注意 这个叫保持正念 正行 正念就是佛法的思维模式 正行就是不伤害众生 进一步帮助众生的行为 然后我想修行就是 就像我们出家 出家师父会观察 你什么时候适合出家 这什么意思是说 不是你穿衣服叫出家 而是你的心态行为 像不像一个修行人 就叫是不是适合出家 如果你还有俗人的想法 我们叫世间八法 那老和尚就说 你还不能够出家 当然有时候 我又问老和尚说 那怎么看呢 他说你以后老了就会看 因为你出家久了 你就知道军人是军人的样子 厨师是厨师的样子 修行人就是修行人的味道 自然融入在他的骨头里面 那你一看就知道 他是修行人 而且当然老和尚说 希望我们下辈子 如果投胎做人 还是个修行人的样子 因为自然是那个样子 那等于你这一辈子的练习 我们叫熏习 重复的练习 那天讲practice 重复重复重复的练习 已经入你的生命里面 所以你以后来的时候 还是自然不做坏事 自然不想要去骗人 自然想要主动去关心别人 那这个要一直一直练习 那为了如此 所以你要把刚刚讲的 每一个动作都跟法有关系 跟佛法有关系 佛法讲的就是 不执着的空性 跟平等的大悲心 那你每一个思维都要 就像刚刚他们摆的巧克力 哇 太好了 要为所有众生供养巧克力 然后这个巧克力供养过以后 那这个变甘露了 等一下我们下课 一人分一个吃甘露 因为这个跟你去店里面买的 那个不一样 因为佛加持过了 供养过了 就像我们把一杯水拿来供佛 那那个水变成功德水了 撒出去六道众生就超度了 那各位想想看 如果你把你的生命供养佛 那还得了 什么叫把生命供养佛 等一下 发菩提心 这个叫把生命供养佛 美国希望有人用生命奉献给美国 不管你做医生 做公务员 做什么 你去贡献 但是供养美国这个还是有范围的 那佛教里面是 来 把自己的生命供养诸佛 奉献众生 那就是佛教修行的旧境 就是这个而已 所以我们为什么要五体投地拜佛 归命 我把我身口意 整个拜下去 供养给诸佛菩萨 然后呢 诸佛菩萨不要你的供养 诸佛菩萨会跟你说 那你就去爱众生吧 把你的血跟泪 奉献给众生老母亲吧 去做众生老母亲的仆人吧 去服务他们吧 那这个在佛教里面叫 发菩提心 发菩提心基本上要有一个 无我的 因为这个生命不再是我的了 这个生命是佛的 这个生命是众生的 所以我们法夫受之父母 我们不能伤害这个身体了 这个身体是众生的 如果我这个身体浪费了 然后很多众生就没办法离苦了 所以你要爱惜自己 那这个爱惜自己不是自私 是为了让众生能够离苦 所以我该睡觉要睡觉 该吃饭要吃饭 该运动要运动 该开智慧要开智慧 那我才能够念一下 增加自己 被利用价值 完全是为了 为了对方而活着的 就怕你哪一天 最后几秒钟送到医院急诊室 你嘴巴还在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最后一口气把真理带到整个医院 让所有医院的医生护士病人 都得到你 最后这一口气的功德 所以我们有一句话 哪怕生命只剩下一秒钟 佛陀都还在利益众生 但是为了要利益众生 佛陀又讲一句话 我以无量节的精进 征服了自己的无名贪嗔痴 我才能用慈悲感化征服这个世界 所以你越想要帮助众生 那你越要征服自己 那就是征服这个我 不要有我 只有众生 没有我 我就是魔鬼 众生才是佛 我是自私的痛苦 想到众生 奉献众生才有快乐 所以就我来讲 就像我现在坐在这边 各位愿意来听课 就给我机会 因为让我有奉献的机会 不思的机会 感恩的机会 这是我师父给我讲的 因为像我这个个人 我的个性比较孤僻 孤独 不喜欢讲话 喜欢孤独 看经典 打坐 所以我的师父就跟我说 你不能这样 你要反其道而行 我甚至跟我师父说 能不能给我取个名字叫海鱼 一二三的鱼我就乖乖在那边 我师父说不行 你的名字叫海鱼 你去滚吧 因为这是 这是你该做的 但是我的好处是 一教奉行 各位这个观念很重要 一教奉行就是你一定要 你一定要听师父的 你要听自己的就没意义了 那你就要按照师父所交代的去做 那这样你就能够 念一下改变自己 各位这一点很重要 你坚持你自己的想法 看法 那是可怜的 我们有什么看法想法 要跟佛相应 佛是这么看的 那你怎么看 所以为了如此 各位要念佛 要诵经 念佛就是佛加持 诵经是进入佛的思想 所以你要念佛诵经 你才能够改变你的思想行为 因为我们学佛就是 扮演自己扮演那么久了 最后还是痛苦 所以我们出家人 消除自己的性事 改变自己的外表 入佛门 入空门 每个人都放弃自己 因为自己是痛苦的根源 唯有进入三宝的加持 实践佛法的行为 不但可以自立 可以解脱自己 也可以有机会帮助众生 我经常讲一个故事 有一个妈妈 生了十几个小孩子 哎呀 忙得不得了 忙得不得了 但是他每天很有精神 人家问他说你这样不累啊 他说我每天都跟佛陀 至少在一起二十分钟 他说你怎么在一起 事情忙我就把棉被盖起来 在里面念佛 这样 我就没有那些小孩子 然后我就冲完电了 然后继续去爱这些小孩子 就是各位你要把握 让心回到佛的状态 往生极乐世界不用等到死了 再背一下 心在极乐 爱杀众生 所以你现在的心 已经进入极乐世界 因为你跟佛陀在一起了 那你要让自己进去那个阶段 那如何进去那个阶段 当然你要练习 你要练习 你不练习你进不去 进不去就像我想各位 你学佛那么久了 你也看到很多人学佛 好像感受到他 没有跟佛陀见过面 没跟佛陀见过面 他不认识佛陀 为什么因为他没有 舍掉自己进入那个佛陀的心 所以念下来 见缘起 即见佛 就见法即见佛 佛不是一个形象 按照金刚经说 你去看佛陀的形象 去听佛陀的声音 那是入人入邪道 对不对 佛陀讲的是空性 金刚般若 那金刚般若就是缘起法 什么叫缘起 缘起就是凡事存在 都是因缘条件组合的 你看到这个真相 那既然是因缘条件组合的 那他就是生灭的状态 就像我们今天这个法会 两个钟头 两个钟头 那他只是一个缘起的条件 所以八点以后赶快散会 他只有两个钟头的生命 这个是一个缘起 所以也因为这个缘起 所以他是刹那刹那存在的 这里面没有一个永恒不变的 我们就是要从这里面去找到真理 真理就是什么 没有永恒不变的 没有单独自体存在的 这个叫缘起 所以一切的存在 一切法都是梦幻泡影 幻化的暂时的存在 就像天空的云 各位要养成这个思想 你不养成这个思想 你会卡住 儿子是假的 老公是暂时的 没有一样是永恒的 寺庙很快就被烧掉了 车祸出去就撞死了 这个世界没有一样是 永恒单独存在的 所有的存在 都像芦苇草一样 芦苇能够站在那边 是因为很多跟芦苇绑起来 所以他互相依靠而站在那边 芦苇不可能单独站在那边 所以这个世间所有的存在 都是种种原因条件的 组成而存在 所以没有单一存在 我是由非我的元素组成的 我们的生命有太阳 因为我们吃了很多水果 有太阳的加持 有土地的加持 有水的加持 有矿物质的加持 所以你的植物就包括 这个世界的地水火风 我吃的植物 这有德国人制的道理 要泰国人用的米 然后种种的因缘 所以才有这个植物 所以我这个我 不可能单独存在 那各位要养成这个思想 如果你没有这个思想呢 你就是有愚痴执着 你就不会开智慧 所以各位要练习 练一下 观因缘法 消除愚痴 我这个要会 但是如果你不观 我也没办法 因为一停下来就睡觉 精神好 胡思乱想 那你至少要 要一个钟头 也拿出十分钟来观 你要养成习惯 你不养成习惯 你一停下来 儿子啊 儿子啊 你又开始烦 老公呢 老公呢 因为很多女人忙了一辈子 我也认识很多菩萨 我跟他说 你去闭关七天 然后他受不了 师父 我胡思乱想 我不知道我要干嘛 因为他给他安静七天 他就发疯了 因为他没办法独处 没办法面对自己 我说你不是念佛吗 他说我学佛二十几年 才知道我一个人不会念佛 因为他乱掉 因为他抓不住什么 因为我叫他说 我给他讲一句话 你现在在做这个会长 你先闭关七天 七天以后我们再来决定 你要不要继续做 他就发疯了 他说啊 你把我的东西撤掉了 他没有抓到 没有依靠到 他很痛苦 各位这个要注意 你跟你老公结婚二十年 你叫他离开你三个月看看 试试看 不行 你受不了 你马上会发疯 我没看到他 没跟他吵架 我活不下去 你会发现你没办法独处 所以我们佛教所谓禅 禅就是你要跟自己独处 你要面对自己的心态 而且你面对自己的心态的时候 过得很平静 叫禅 因为什么 你可以指挥大 不要生气 不要遗忘 不要想他 不要怕痛 你要指挥他 这一点各位一般人做不到 所以做不到 他就喜欢去外面攀缘 聊天 玩 礼拜天明明可以在家里睡觉 不行 我要去哪里玩 就像一个女孩子 生儿子煮饭 洗衣服 他觉得这个就是他的生命 很快乐 脑里家他不要有这个 他发疯了 因为他已经习惯忙 抓住那些东西 然后他没办法面对自己孤独空虚的时候 那明明这个世间没有一样东西是有意义的 这个世间在辈子来 如梦幻报应 如路易如电 这一点佛要我们看清楚 看清楚 看清楚 离心外求 是外道 是苦 如果你把快乐幸福建立在拥有世界 拥有爱情 拥有儿女 那你等于迷失自己 所以我常讲一句话 一个男人 他以他的明辩抬头 做他的生命 他叫 迷失在世界里 所以以后各位你的名片拿出来 什么白的 这就是我空性 对不对 因为没有 你先没有 然后你再拥有 那没有问题 所以世界人说 能够放下了再去拥有 那没问题 你不能够放下 你就要去拥有 那问题可大 就像一个女孩子要结婚了 来问我说 师父我要结婚了 那你认为我要怎么修 怎么面对 我说 这样好了 你去打坐一下 想着你老公跟别的女孩子睡觉 先去说 你要先放下 你这个能够接受了 然后你再跟他结婚 你就不会痛苦 他说 师父你乱讲 我就对啊 我说我没有乱讲 我讲的是真理 你要我祝福你们 百年好合 那很难 因为这个东西 时时刻刻 我有很多因缘会变化的 你总要忍耐的 如果你认为 它是一个圆满的结局 跟电影演的 那是骗你的 因为有很多事情 所以两个夫妻感情好了不得了 但是对小孩子的教育观念不一样 都可以离婚的 因为大家就会有意见不一样 所以我说你必须接受变化无常 然后你再去面对婚姻就没问题 不然的话你会觉得 我要抓住 对不对 师父祝福我 婚姻好 儿子漂亮 家庭好 我说我祝福你 我就不用出家了 这个世间没有那一套东西 不然佛陀也不用出家了 那一套东西是本来就是乱乱乱乱的 我结婚七年 好在我还有经验 对不对 赚钱 结婚 买房子 生儿子 我都有经验 那有了这个经验以后只有一个字 苦啊 这样 但是你说不会啊 师父很快乐啊 那你是不认识苦啊 以苦为乐 那叫我们放弃 不是放弃 不是丢掉它 是不执着它 然后去维系家庭 那个身体是苦 那我干脆自杀好了 那错了 本来就是苦 但是我认识它 我善用它 这样就好了 所以你也可以利用家庭修行 你也可以利用癌症修行 你也可以利用有钱来修行 你也可以利用穷来修行 但是重点是 不要被钱绑住了 你就可以修行 有钱好好利用它 运用它 做钱的主人 不要做金钱的奴隶 做感情的主人 不要做感情的奴隶 做身体的主人 不要做身体的奴隶 你有听到吗 有 天天跟自己说吧 所以这个叫空 佛教讲空不是说不要 是看清楚它 但是又拥有它 所以佛陀特别讲了 色不亦空 空不亦色 虽然你存在的都是假的 但是佛陀又拉回来 空不亦色 但是你要找到真理又不能够离开存在 佛陀就怕你讲说 色不亦空 所以我就不要身体了 不要存在的一切 因为你要找到真理 不能够离开相对的方便 你要找到究竟 必须不能够离开世间 离开世间 求菩提恰是求兔角 对不对 你不能说 我修行是为了不要得癌症 那这样讲话太不公平了 佛陀生病都比你还严重 只要有肉体 哪怕你是佛陀 你就必须接受这个因缘所生法 生老病死 包括佛陀 佛陀的悲剧 没有人可以承受 他晚年的时候 他最爱的家族 全部被杀光光 女人切手切脚 丢在河边 慢慢流血而死 男人呢 绑手绑脚反绑 丢在海边 慢慢淹水而死 因为他们要全部杀完 没时间 以杀的杀 然后呢 那些女人 切手切脚就慢慢死 佛陀的家族是这样死的 整个加弥陀威国 那当然 这是有个夜报 为什么 各位都知道 佛陀的家族在无量寺以前 为了庆祝一个节日 把那个树枝 有毒的红色的树枝 人不会怎么样 丢到大湖泊里面 然后呢 那些鱼 一吃到这个就晕就死 然后呢 女人就负责抓上来 切啊 煮啊 这样啊 然后大家就负责吃 吃到的 切到的 这放毒的 通通被杀掉 只有一个小孩子 那个小孩子 因为还吃母奶 还没有机会吃 他只有比 哇 两条大的鱼 还没有马上死在那边挣扎 意思说你们也该死了 佛陀说那个就是他 比三下头痛三天快裂开 光比而已 所以各位你不要到海线 说哇 这一只好味 你要头痛几天 那再来 像各位听我这样讲 如果你还敢吃鱼 我说那你还真厉害 切鱼的通通断手脚 切的 让它慢慢流血而死 就是这样 为什么 因为你对待鱼的方法 都会发生在你身上 所以释迦牟尼佛 以他的真实的生命 试信给我们看 所以佛陀痛三天 那三天还真痛苦 痛到快裂开 然后他的家族慢慢被杀 但是后来怎么样 念下来 释迦主升天 这什么意思 那释迦主这么一样的民族 为什么他不反抗呢 因为释迦主被佛陀 以神通感化 全释迦主守五戒 第一条就是不杀生 不可能战争 所以琉璃王跟他的将军 带着军队 在杀释迦主的时候 没有人反抗 没有人反抗 所以要杀三天三夜 只有一种默默的反抗 就是释迦主的国王 叫摩河南 这个摩河南呢 看到琉璃王 他也跟琉璃王说 琉璃王 我们也是亲戚 你妈妈是我们释迦主的 这样好不好 留一点点人 让他们活下去 让释迦主有一个根留下去 然后呢 琉璃王说 你的看法呢 这样好了 摩河南说 我身为一个国王 那你让我跳到水里面 我跳到水里面 这几秒钟啊 能够让他跑几个就跑几个 留释迦主一个根吧 那我扶上来了 你再开沙吧 那琉璃王说 这个还可以 看在我妈妈是释迦主的份上 我就跳下去 结果跳下去 好几分钟都没起来 为什么 琉璃王奇怪这个人这么厉害 潜水这么久 跑了这么多了 叫人家下去看 这个琉璃王一下去 用头发绑在河底的颅尾 绑住自杀 所以释迦主还留着一些 现在全世界最漂亮的佛像 就是释迦主做了 在尼泊尔 释迦主天生 他们就因为释迦主 所以他们好像可以 关到佛陀的脸 所以释迦主做 请不吝点赞